大家好,我是拖枪式神,今天是2022年的9月4号星期日 紧急通知啊,有谁在加州符合条件想申请这个隐蔽式随身持强证CCW的朋友 但是你还没有行动的话,请尽快 不要考虑语言的障碍 有突发事件,让我想到这个劳动节长周末结束之前 给大家报备一下现在CCW的最新的申请情况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思考自己应该如何应对 而且对未来有所准备 视频开始之前,我先事先声明我不是律师 视频里面所有的内容不是法律意见 这只是我个人对事实的理解 总结以后呢,在这个平台和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请不要当作法律咨询意见 今天的内容背景源于我今年6月的视频内容 在2022年6月23号的时候 美国最高法院发布了对 New York Rifle Pistol Association vs Bruin 关于第二修正案的历史最终裁决 也就是纽约州步枪手枪协会 状告纽约州州总警长Kevin Bruin的那件案件 这个诉讼里面提到了 纽约州县制公民申请CCW 而且要有正当理由 视为刁难和违宪 而且胜诉了 紧随这个历史性的判决以后 发生了两件事情 从这里开始 隐蔽式随身直降证 我会简称为CCW 判决下了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加州司法部长Rob Donta 马上写了一封信给所有地区警长 说你现在不可以要求这种CCW的申请人 有正当理由成为一个申请的前提 那么加州有53个郡线 但是其中25个要求申请人 有充分的正当理由 这25个郡线里面 不是说是你就很难拿到这个CCW 就是绝对是不可能拿到这个CCW 至少在这个判决下来之前是这样的 这个加州司法部长的信中还提到了 你现在虽然是不可以用这个 有正当理由来作为对这个CCW发放的一个限制 但是你可以用其他的条件 或者现在已经这种我们在使用的条件 来限制申请人的资格 譬如说是那个人有犯罪记录 精神病历史都可以 这些都没有问题 只是从他来说了一项 说是你可以包括人品 第二个发生的事 就是加州那个议员 马上起草了一个立法 将CCW就架空了 这个议员的名字叫做Anthony Portentino 这个人是之前我做的一期视频 就是我二月份做的一期视频里面提到的 加州的提案 SB906 要所有拥有枪械的家长 要在孩子开学前 签署一份报备书 然后你给校区 说自己家里有枪 并且同意这个学校可以随时 对孩子的言论 笔记 还有社交媒体活动记录 进行审核 如果学校说是这个孩子 会对自己或者他人造成伤害的时候 学校有权对这个孩子进行收身 而且同时可以对这个家长使用 来接送孩子的车辆进行搜查 这个议员是同一个王七蛋的弟弟 那么他现在提出来这个法案 编号为SB918 这个法案里面提出了以下几个 针对CCW申请进一步加钱管制的提案 第一 他要求第一次的申请人 有16个小时的培训 并且经过考核 第二 他要求更新CCW的申请人 以从前的4小时的培训 还有考试增加到8小时 再加上培训 我还是蛮支持 像我们这种有随身持强症 CCW的人 应该具备一定的训练 还有一定的能力去操控的枪械 重磅还有更离谱的东西呢 就是更让人发指的东西在后边 第三 他要求那个申请人当地 接受这个申请人申请的司法部门 或者执法人员 你要证明这个申请人 是一个好人 而且有良好的道德品行 你才可以被认定成为一个 合格的申请人 A Qualified Applicant 你看到这个没有 就是说是你不可以 因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 但是你可以有一个 很模糊的标准来拒绝 什么人可以定义 什么是良好的道德品行 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第四 他要求申请人提供三封人格推荐信 你才可以申请 就是说是你的亲朋好友 要给你写推荐信 而且说是你要就这些推荐信 跟你的申请书一起递交 你才可以符合申请的条件 第五 授权地方司法机构 对申请人所有的公开资料 有权进行审核 并且包括你所有的社交媒体和内容 我的频道要被他们知道了 就要被审核了 你觉得我能申请下来吗 你看我这种人每天在这个 每天在这个平台上面 给你们讲这些事情 这是妥妥的极端分子啊 你们可以想象 我以后会有机会拿到CCW吗 第六 他定义并且扩张了 哪些地方在加州 是不可以随身隐蔽 实施箱的一种叫做敏感区的东西 以前的敏感区就包括学校 政府大楼 还有联邦的一些管辖地区 譬如说是邮局 现在他把这个敏感地区升级到了 任何对公众服务的地区 包括公园 超市等等 第七 那么私有企业呢 譬如说是一些餐馆 如果这个餐馆没有在门口明确的张贴 允许CCW的持有者持枪进入他的餐馆的话 你就不可以带枪进去 就算你有一张CCW 张贴了那个告示 你才可以持枪进去 如果说是我今天带一支枪去一个地方 没有人知道我身上有枪 但是说是这个法律一旦出台了以后 如果他没有张贴那张告示 你进去了 发生了意外 你使用了枪械 虽然你保住了性命 那是死罪免了 活罪难饶 你一定会被这个加州政府 以这种敏感场所 未经许可 非法持有枪械罪起诉 以后你就吃不了头就走 所有这个提案的内容 直接就架空了这个CCW 一旦通过了 成为了法律了 你有CCW和没有CCW 几乎一样 你最多随身带着枪 开车到你的街口 然后你再往前开 你就犯法了 你到了超市 你不可以下车 你一下车就犯法了 你去公园也犯法 你去任何公共场合都犯法 我们申请这个CCW 不就是为了说是日常生活中 可以在别的地方随身持枪 然后可以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吗 这个王七旦的弟弟提案这个法律 直接就废了你的CCW 加州99%的地方 你持枪都违法了 就算是你有申请下来的这个合法的CCW 你也违法了 这个提案纯粹的就是回应现在最高法院最新判决的 而且给这个最高法院一个终止 没有其他的意图 但是万幸的就是说是在今年的9月1号凌晨的时候 这个法律没有被通过 加州左派立法者将这个法律定义为紧急法案 一旦说是你说是我今天有个提案我想立法 然后这个法案附加了一个紧急提案的话 就是说是你一旦通过了马上实施 不会有任何的耽搁 就是说是不会说是明年的7月1号再实施 或者明年的1月1号再实施 一旦通过即是有效 但是也就是因为他们把这个法案定义为紧急法案 要通过这个法案的话 要求整个议会有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才能通过 如果说是他们正常的行走这个程序的话 就是说这个不是紧急的 我们正常的这个议会程序通过的话 只需要50%以上的赞成票就可以通过了 我以为这份法案不管怎么样都会通过 因为加州这么左的这个州 这种法案通过简直小菜一叠对不对 但是出乎我的意料没有通过 而且他们试着三次投票都没有通过 第一次投票没有通过 他们就说大家考虑一下 我们再给你读一遍这个法律 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应该通过 读了第二遍 第二遍也没有通过 第三遍还没有通过 他们最后一次的票 只差一票就可以过这个三分之二的这个标准了 证明他们如果正常提案的话 50%是不成问题的 我后来想啊 他们为什么硬是要现在及时通过 有几个原因 一个就是说 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就快到了 很多这个民主党的人 就是左派阵营的这些人 也会担心选举以后 你连50%的议员席位都没有 所以想速战速决给自己的基本盘 拿出一点这种成绩来看一看 第二就是说是加州民主党里面 有人对这个提案也不认同 觉得太过分了 一部分人动摇了 怕自己中期选举的时候 被这种疯狂的立法所牵连 所以他们也说是 啊我就不想碰这个了 我投反对票 喜忠有悲的呢 是纽约州也有同样一个这样的 拷贝版本的法案 他竟然通过了 就是说是纽约州现在就算是 你最高法院你胜诉了 你可以去申请你的CCW了 现在我把你的CCW架空了 其实纽约州这个法律通过以后 有人把这个纽约这个最新的这个法律 告上了地区的联邦法庭 结果一个法官居然说是 承认这个法律在违宪 但是以程序错误的名义 将这个整这个案件就驳回不受理 所以这个法律通过以后被执行了 美国的司法已经是我行我素的这种状态了 最高法院对第二修正案的裁决要求 是仅需要宪法的原文历史还有传统 然后这种低等法院 居然说是公开的藐视判决 如果说是这种对最高法院公然的藐视的话 没有任何后果 美国的司法制度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今天加州试图将CCW架空的这个提案 虽然说是胎死腹中 但是死灰复燃的机会是极大的 除非加州执政党11月中期选举以后 不再是民主党执政 他们一定会重新将这个法案再次包装一下 然后类似的立法提案再次通过这个程序 但是最早他们12月才可以遮守这件事情 到时候他们一定不会用这种紧急的法律提案去走这个程序 他们一定会正常提案 然后那个时候50%的赞成票就会通过这个法案 那么我给大家一些建议 有一些我们可以实际行动的建议 如果您负担得起这个CCW的申请费用的话 朋友们先交表再说 提交表格大概的价格就是20到30元美金 其他的话我们之后再说 现在你不申请 以后这种违宪变态的法律通过以后 你就根本不要考虑申请了 申请都这么难了 你拿到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那个时候你有CCW跟没有CCW一模一样 我之前一直想确定申请面试的时候 大家可不可以带个翻译 因为我看我频道的很多华人是新移民 或者有一些语言上面的障碍 但是我现在想了想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事先得到他们的同意呢 我们先申请 如果说是你预约面试的 那天你直接带个翻译去 如果他拒绝你的话 他也应该有所顾虑 就是说是因为语言歧视而摊上其他的一些麻烦 先申请了 然后那天带着翻译去 看他怎么说 我建议大家这样做 我不是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 第二我们可以写一封邮件 或者你打电话给你当地的这个议员 告诉他们 如果他们支持这个SB918这个提案的话 或者他们投了赞成票的话 你今年中期选举的时候 你就不会再支持他 或者绝对不会投他这一票 因为他支持这个荒谬的提案 而且你会告知所有你认识的人 不支持这个人在中期选举之后的连任 你看他们什么反应 好 今天这个重要通知就跟大家报备到这里 有新的消息的话 我会及时通知 祝大家劳工节 长周末愉快 我是拖枪式神 我们下次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